国际间关注的话题是土耳其总统大选的第二轮决选投票 已经在我们台湾时间下午1点钟开始 现任总统爱尔段与对手共和人民党党魁再度的正面交锋 那么这也将决定已经执政20年的爱尔段能否再连任5年 选前的民调数据显示 两人民调数据的支持度差距不大 那么预计土耳其大选结果将在台湾时间29号凌晨2点出炉 外界依旧预估爱尔段渴望顺利连任